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又到7月26日的夜晚 欢迎收睇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comment, I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可以帮助到台湾香港协会有关的事务 看完这广告,看完这段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支持赞助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关于香港的一些新闻, 连续几次都讲夏里斯川普, 我希望稍后下一节再讲 香港有三宗新闻是最近比较重要的, 我当然不会讲一些可白的, 我真的没有兴趣的那些 我们会讲一些和大家和人权有关的事比较重要的, 先由昨天开始想讲, 但未有时间讲的黎智英案讲 黎智英案表证成立, 其实由他告过一人, 都已经砌他生猪肉了, 这个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 大家都知道 黎智英案表证成立证明了什么呢? 又拖了, 法官说没有空, 三个法官记住他们名字 杜丽兵,李素兰,李运藤, 9月10月大家都没有空, 排到11月20日逐审 跟着辩方, 这个很合理, 他有30个工作天预留给他, 去做他们的陈词 而亦都会有黎智英出庭去自便的 黎智英不是这个证人, 他不需要作公, 被告不是证人, 补造证人的义务 他也都不是重返证人, 他是被告, 所以他会自便 他会出来说话, 这一点我们真是很触目, 因为 这么久以来我们都期待黎智英说话 说话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因为不可以录音录影的 但肯定他每一粒字, 记者都会将他记录下来 然后成为历史的重要的证据 我们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 当日一定逼爆了整个庭和延伸庭 全世界都会关注 黎智英能够好这样 Jimmy Lai能够好这样将他的声音说出来 你问我他为什么要自便呢 如果你要讲一些法律观点, 他需要什么自便呢, 找个律师讲就可以了 OK, 律师关文慧也好, 其他的人也好 也可以将这些东西完全 清心直说将他讲出来 是不是很多谢他们 就是彭耀雄, 关文慧, 他可以说出来 他可以有些控罪元素的, 什么辩驳理由的 如果你要讲法律, 要讲有关的东西, 什么不索及既往原则 这些 说真的, 你找律师讲就可以了 为什么他要出来自便 我想是一定讲到一些 关于这个 sham trial, kangaroo court的问题 更加严重的问题, 可能 会被法官下令shut up 对不对 或者要他说藐视法庭, 告了几前重 但是说真的 你摆明是判个终身监禁 当你好像暴秦的秦政一样 即是说好像陈胜吾广了 迟到的话 无期徒刑, 死刑 既然是这样了 去到这么绝 管死无大汉就做你犯了 黎智英不会做犯 但是他会清心直说 虚假审判sham trial 告诉全世界 我是接受虚假的审判 这个才是重要 有如 刘晓波 我的最后陈述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出庭的自便的内容 11月20号 逐审 换言之 再加上辩方30个工作天时间 还有控方的时间一加 这一提 30个工作天 起码是6个礼拜 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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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个5 30日 起码 然后 6个5 不是30日 6乘7 42日 已经超过了今年年尾 12月还有 圣诞假 所以肯定 今年来无办法有判决 起码下年年初 才有判罪 和判赢 这件案 会拖一段时间 不是想象中那么快 这个是相当辛苦的 尤其现在 我们可以吹着冷气 或者在一个凉快的地方 听我现在说的 但是很多很多 在香港坐着政治监的人 是没有冷气的 是很辛苦的 大汗临来 大汗倒西汗 冲完之后 照着全身濕了 生匪生 什么都有 我听问 黎智英 最近 防止他在那里大喊 用喊来 希望和隔离的 仓的人 沟通 因为他单独囚 赤柱三楼 封了他 下面那些 所谓的小小 通气的窗 只留在上面骨隔 可以给他呼吸 小小空气 焗都焗死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对动物园的动物 都不会像对他那样 因为这帮人有没有人性 你可以不同意肥佬 很多的政治观点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去困他 这个就是共产党惨无人道的地方 他不讲道理的了 大石窄死鞋 有些媒体就问 喂生普 各国可不可以呼吁他释放 共产党的策略就是说 不断拖这件案 因为这件案 还没判之前 审计 你不可以干预我司法审判 侵犯我司法主权 说你干预我司法审判 现在都是无罪推定原则 我们守回当地法律 关你什么事 就拒绝了英国美国很多要释放黎智英的诉求 包括Jimmy Lye的公子 黎宋恩 还有很多英国国会议员 和美国的压力 不理 未审完 所以这件案一直是这样拖的原因是这样 当你判了出来 再上诉问题 起码你判了出来有个判决 可以说要求释放 你判决了之后上诉完不 判决确定 更加强力要求释放 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等等等等 你判了出来 控方可能会上诉 辩方都可能上诉 控方就算判几重 除非你说什么也就是无忌讨认 这步忌讨认 黎智英可能上诉 但他不上诉 四个星期之后等判决 这个情况 美国英国各方面要求保外就医的声音就会出来了 就是你有个确定判决 比较容易操作 而整个港共中共政权的操作使得这件事不断拖 拖到明年初 四年 2020年尾 入策到现在 接近三年半 已经超过三年半时间了 你想想三年半是什么日子 四十个月 你日日过着一种 见到四面墙 只有一个半钟 去洗澡 和放风 日日都是这样 我想请问你 你是人 人也是人 你有不同的政见也好 不用这样 是不是 那些蓝丝想一想 你有没有陰功 大佬 就是 生子女有没有屎乎都有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有很多人在作恶 这些法官更加在作恶 说那些什么 不索及既往原则 简直是 扩鲁亦根本上严重违反 不索及既往原则 什么叫做 用串谋 串谋 conspiracy 就是 agreement 去violate law agreement 有协议 他说之前有的协议 在国安法生效前 就一直延长 到最后 所以 so agreement 继续存在 所以他将前面的事 和后面的事 攬炒成为同一组控罪事实 是否很荒谬 我想请问大家是否很荒谬 即是说以前 他是 怎样在《苹果日报》 怎样去 讲话 譬如杨清奇 陈佩敏 譬如 劍雄 他讲很多很多关于黎智英 在国安法生效前的 一些行为 控方和法官都觉得 这个协议继续有效 辩方的律师提出很清楚 即使之前是有协议 去违法 但这个违法是违之后发生的法 你想想2020年1月2月 你都不知道有国安法的出现 当然都不知道 条文内容的 去到5月 6月初 甚至6月 30日一公布 才知道内容是什么 请问你怎样可以将2020年1月2月3月4月5月6月的行为 视为违反国安法 搞英文版 搞这些所谓的 就是一人一信救香港 都全部是在 生效前的行为 是吧 跟着法官就说 有个 agreement 一路通到最后 辩方就说 你国安法生效之后 就斩揽了 因为有 frustration of purpose 目的已不达 所以整班人都不想继续 去做这件事 控方和法官不采纳 认为 这个 agreement 会坚持到 国安法生效之后 然后之后用国安法生效之后 黎智英上了一些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的一些网上节目 他写的专栏文章 就是 什么 洛一宵 另外就是 他本身 看到一些重返 借人对他的供词 就将他全部 捕风捉影 穿成同一个 Agreement Conspiracy 来看待 这个就是他们的做法 这个也是最核心的一点 之后他根本上 7月后之后 从来都没有请求过 美国 制裁香港官员 没有 他只是在说英国 比如马格尼茨基法案 是什么 但他从来都没有说过 这些东西 接着被道理斌 法官就说 没有说过 不代表你没有协议 你心不是这么想 你真是 腹肥 腹就是肚 诽谤的匪 就觉得这件事 才是他们要说的 荒谬 这个之余 不止是说这些 这样的情况 租了那三家苹果公司 现在律师就不想再说 其他东西 三家苹果公司 有另一个律师 就不想再有什么 层次 这个全案要等到 下年年初 才有判决 这件事当然是荒谬 我觉得黎智英先生的自辩 是非常值得看 所以11月20日之后 万众期待 他会说什么 真是本死无大害 你用最严格的刑罚 去恐吓他 你只是逼到他 本死无大害 去说一些 清心直属要说的 你根本上是 共产党拿石头 砍自己脚 OK 你不给人家任何的转弯 转弯于地 就结果这样 这个就是黎智英 按我的平息 希望大家都为他祝福 也希望 大家忍一忍 黎智英也知道 他极尽所有的司法途径 希望用尽所有途径 请律师也好 是吧 请外国的御用大律师也好 或者说 在里面的很多的地方 继续争取公义也好 他都很努力 他不放弃 法律程序中 争取 各方面的事 但他会自便 在这个地方 大家对这个案件的关心 是重要的 大家请求外国的关注 是重要的 但我认为真正能够有效果 可能要等到 这案件判决 甚至判决确定之后 这个情况就会整个开花结果 所以继续持续努力 不要因为没有结果而放弃 这些是我们希望 大家都要坚持的事 有空的 安全的 写信给他 听审 关怀 多多全阳 黎智英案给全世界人知 用不同的语言 跟大家讲 我都会用 Mandarin 华语 和这里的一些 同道上节目 跟大家讲讲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 香港不是一个 无关的存在 对台湾 对美国 对加拿大 对英国 对澳洲 纽西兰 对日本 对德国 对法国 对欧盟 不是一个无关的存在 是有关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挺身而出 为他们做事 好 香港人发生了什么呢 第二个新闻 涉及到BBC的报导 昨日BBC 25日报导 中国发布反台独 22条的意见 和香港 实施 实施 这个基本法 23条之后 台湾人来到香港旅游前 要检视 社交媒体并删除可能 和政治相关的帖文 更加有申请工作签证 WorkVisa的台湾公民 被香港入境署查私人账号 要求解释贴文的原因 连每亿多年前 在台参与社运的短文 入境署 一字不漏列出 基本上 每个人 开网络 然后将你所有 一些涉嫌 参加社会运动 参加政治运动 抗中保台的东西 全部列管 这个学者自出 被拒绝入境的个案 虽然是少数 但已经足以产生 寒蟬效应 不需要 我跟大家说 我桑普 和很多人 都跟大家说 非必要 不要去香港 还为什么 为什么事呢 你看有个这样的人 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不是要抵爭呢 就看这些细节 报道访问一位 大概40岁的 台湾上班族的 陈小姐 他是刘德华 田凯华的忠实粉丝 政协 电影人协会 副主席 的忠实粉丝 几乎每年都 飞到香港 见偶像 但去年 踏上飞机前 却要把 社交媒体上的 帖文删除 这是他以往未曾做过的事 报道引述他说 删文的时候 心情很无奈 但删完比较安心 担心程度 由7分 变3分 他打开社交媒体 逐篇文章 检视 找出可能 和政治相关的内容 自我审查 然后思考要 撤围 隐藏 还是干脆 直接删掉 Hidden 还是删掉 都 花上了一整个晚上 先将数位 足迹 Digital footprint 全部整理好 报道说 陈小姐不是唯一一个 担心自己去到 香港旅游 会有危险的 这个 台湾人 OK 这是其中一个 北京上海月发布 关于 依法 惩治 台独 环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 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简称反台独 22条的意见 最高刑犯是死刑 敢向国台版 新措施 针对 极少数 舍毒 言行 谋独活动 猖缺 环固分子 往往都这么说 以前共产党 由 AB团 延安 整风 土改 震反 三面红旗 反右 往往都是说 一小撮 团结大多数 孤立一小撮 将他们杀 跟着今天 突然之间 变成一小撮 莫为言之不如 OK 所以今天 针对极少数 舍毒 言行 谋独活动 猖缺 环固分子 重点不是在于 少数于多数 往往他杀的人 是十四亿的少数 重点是在于 他的 arbitry 他随时可以说你是 就是 没有原因的 说你是地主 说你是富农 说你是反革命 说你是右派 说你是 这个 坏分子 说你是就是 就是 再次和你说 血统不纯正 这个就是共产党 所以和他的理论是多余的 而台湾六委会也后来调高对于中国 去中国 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为橙色 受台湾青年人欢迎的社交媒体 Fresh 就是 对橙色境界 讨论烈 例如 要不要放弃已经排定的8月香港之旅 我取消了 觉得还是不要冒险 这是正确的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是重要 希望大家 切勿以身试法 真的不要以身试国安法 没必要 OK 另一名被访的 发名叫 C行的人 透露 疫情后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的经验 他说挺恐怖的 我不知道他们居然会去查我的私人 Facebook和IG 申请工作签证前一年 他曾经顺利上网申请香港的旅游签证 但当他提交短期工作签证申请时 却收到入境署电邮回复 要求他解释 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的理由 被点名的帖文是他分享 时代革命纪录片的预告片段 号召网友入院观影 这个帖文设定为公开 Open 而他发表在私人的IG帐文中 回忆多年前 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短文 入境署都一字不漏列出来 他说我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目标就是吓你 告诉你 你不可以对政治有任何干涉的想法 施涵最后 选择不解释 放弃到香港工作机会 这就是正确的决咒 和他同时申请工作签证的同事 同事 同样收到入境署的电邮 要求解释多年前在Facebook的发文 但他的同事选择配合 并获得工作签证 对于自己被盯上 思涵感到困惑 不要为五楼米折要 全世界 站起来 有实力的 勤力的 有智慧的 有机遇的 一定 在自由社会里 你获得你充分的发展可能性 为什么还要躺 中共 香港 这些 这样的 混水 不需要 OK 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明白 千万不要重计重伏 这个我们是冲心 祝愿大家 不要只是重伏 另外也要讲讲 邓PK 邓PK第3番新闻 是《南华早报》 今天看出 保安局局长邓PK的专访 提及西方国家停止 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令引渡政治反应的机会变得很微 更反问 我们会要求英国将罗冠聪送回来吗 那你有本事就要求 你不如要求一下袁重彪就好了 ETO的袁重彪 在收买人命 境外执法 罪证确作 即是叫做东窗事发 你没得争 是不是 你不讲袁重彪 我跟你讲罗冠聪 你说我会要求 英国将罗冠聪送回来吗 那你有种要求 你是不是战狼的 反驳队的 战狼外交 你去英国要求 要求 他形容这些国家停止 和香港的印度协议 是一种遗憾 遗憾 很明显 这个就是 英国的内政 不关你事 OK 邓PK在专访中表示 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确实是有利一些犯罪分子 但香港执法部门和国际机构的合作 基本上并未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而是削弱 报道说 北京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香港未卷入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 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德国等国家 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以示抗议 这个引发了北京的报复行动 下令香港以採取同样的措施 四年过去 邓PK承认和这些国家暂停引渡协议 确实对香港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强调香港并未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因为政府仍有其他方法和海外机构合作将它成之于法 现在说得你通缉那么多的人 袁洪那么多的人 成功的例子是多少个呢 零 OK 有什么办法 当然会有影响 因为这样的暂停只会有利犯罪分子 但什么是犯罪分子 知识分子 犯罪分子 今天这个人是未判决的 起诉都未 有罪判决都没有 什么犯罪分子 是不是 所以 这些东西完全跟共产党是一样的 但打击并不大 即使我们不在于这些国家互相引渡协议 我们仍可通过个别安排处理一些非敏感案件 什么是通过个别安排处理一些非敏感案件 你收档了你 是不是 他举例说 这个礼拜香港 就因应 国际刑警的要求 对涉嫌参与多宗刑事案件的 闭嘯 黄晶杰 进行全球追捕 他表示如果黄晶杰在美国被捕 技术上华府 即美国不会在没有互相引渡协议的情况之下 将他引渡回香港 但若果双方 就个别案件 达成法律共识 仍可进行引渡 如果这样说法 买一大堆东西 门都没有 你都知道是政治案件 你都知道那些是政治犯 他说政治案件 四个大字 暗示他政治案件 进去那些就是政治犯 邓PK 这些人 讲话都不会讲 国家安全的敏感 不是郑伊建那首歌 即国家安全就等于敏感 OK Sensitive 跟着 政治案件都标示出来 那你就是政治犯 所以这帮人连中文都不会讲 他说因为正成功引渡这对案件的机会很微的 不是很微 是没有 他说我会要求英国将罗冠冲引渡回来吗 送回来吗 当然不会 他说没有看到因为缺乏和其他国家引渡协议 而导致更多犯罪的分子 溺藏在香港的趋势 是很多 越来越多 你就是个犯罪分子 邓PK 整班港共集团全部都是犯罪分子 国际恐怖分子 但他并未透露在2020年以来 有多少这些个案 即是形容这些国家停止 和香港的引渡协议是可惜的 不是可惜 是应该的 是可爱的 是可敬的 再从我阴敬来 邓炳强就认为 在打击 犯罪方面 国际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尽量不受政治影响 但不幸的是 什么叫尽量不受政治影响 天天都受政治影响 邓PK 但不幸的是一些国家暂停了我们的互相引渡协议 我认为这是遗憾 他透露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一些执法部门的培训交来计划也受影响 部份科学情专与到新加坡等国家 邓PK就说 经济发展必须和维护国家安全并重 因为香港仍然面临三种威胁 本土恐怖主义 哪里本土恐怖主义 我想请问在过去一年 谁做本土恐怖主义 这些完全耻虚乌有 第二件事就是 外国干预 怎么干预你 你都说不受干预 不受干预 绝对不受干预 怎么干预你 第三就是邓所谓的 远对抗 你要拉得拉了 你不拉的都等着可以给你拉 你什么怕什么 不用怕 你怕的是什么 你最怕的是什么 不是香港人的 这些本土恐怖主义 外国干预 和邓的远对抗 讲的远对抗 你最怕的是什么 你最怕的是共产党倒台 你们死无全尸 死无全尸也算好了 一了百了 最惨就是困你整世 困你全家整世 你怕的是什么 习近平不再在位 惨了 地动山摇 崇禁弘得一死 清兵入关 你们这帮 这帮的 狗责 结果是怎样 凌迟处死 我不杀你 大把人想杀你 不要说 你那些黑社会 那些 南边围那些 东枪事发 他不杀 你立功 希望用立功 例如以后的革命 立威 千奇 他们肯定杀你先 不是我这些事 我不会鼓励人杀你 你帮你那帮的黑社会 第一个水冷你 灭你口 你最怕的不是本土主义 恐怖主义 外国干预 也不是远对抗 你怕的是习近平 嫁兵 共产党倒台 你们什么都没有 树倒你 胡宣散 胡宣全部粉碎 斩头 凌迟 当你撇皮鸭 撇利 凌迟处死 陷加落祸 我说明 陷加的 所以我看下去 这些事 看怎么办 他说什么 远对抗和 看起来他们没有犯罪 看起来沿着红线走 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和动机 就是危惧国家安全 我很有趣 看起来他们没有犯罪 即是说他没有犯罪 看起来好像沿着红线走 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和动机 即是说 看你就有这种意图 我看着你桑普 你不用说话 我看你就有这种意图 即是说 说你是就是了 什么叫怨对抗 说你是就是了 怨对抗不是犯法 不是写法律道 不是说你是就是 你想哪条罪 任你选 先动罪 国安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是不是 23条立法 随便找条 你已经死了 所以我说 在今天香港 没有安全的 没有的 大家在香港看着我的节目 我有过半的人都在香港看着我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安全的 但我只是说 我不会讲假话 说你们很安全的 没问题的 我不会讲这些 是不安全的 但我只是说 你们的勇气 比我更加 我们希望继续温存你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 我才会继续做这个节目的 也希望大家知道 邓PK可以威风 一时 几年 顶多是十年 历史场合里面 这些都会 过眼云烟 历史不会萎缩 正气不会荡然无存 是因为香港人 始终都是香港人 只要香港人这种追求 真善美的心不死 追求公义的心不死 我们的梦想不灭 我们依然有希望 所以温存希望 坚守信念 是我们在海外很多人 都一起跟香港人 一起去顶 一起去铭记 每一天都提醒自己铭记的一件事 祝福大家 下次再见